好 准备 5 4 3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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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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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声音挺震撼的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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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之前 以为啊 就真的以为就是 人从楼上跳下来以后 就是没什么声音 然后 我今天就是当下感受到那个 蹦的 就那 那声巨响以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 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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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怕的事情 就是今天刘头跟我们说 如果是一个 真的人体的话 声音会更大 就刚才那个 那个 包括那个模具 教育模具 已经摔得一塌糊涂了 就这么一个 距离 都可以把人摔成这样的 所以 还是那话就是说 不要轻易尝试这种 珍惜生命 这种所谓 千万不要做这种 对 所以很多 报案人 他为什么报案 他听到外面一声巨响 砰一声响 都是听到响才那个的 所以那个响真的很厉害 终生都会激到这个声音 很激促的一个声音 我当时听到就很害怕 然后看到那个娃娃 支离破碎地躺在那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痛啊 我是肉眼看一个假的娃娃摔在那 我都觉得痛 更何况一个活生生的人摔下来 是什么感觉 那所以就是觉得大家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 如果有动过这种亲身的念头的人 真的没有后悔要 如果你在那个过程中 你后悔了 但是没有这个机会让你去后悔